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ko 林春公 是新作与初的创办人 欢迎来到设计师日纯的第二集 今天你见到我穿了一身旗袍 就知道我今天会和大家讲旗袍 我想大家讲一些话服 其实都会想到旗袍 所以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旗袍的历史 历史文化 第二就是旗袍的特征 第三就是如何选一件有稳美的旗袍 让大家对旗袍有基本的认识 在将来就算你买现成的旗袍 或者找一些老师傅去度身定做也好 都不用一球运知道如何和师傅沟通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关于旗袍要留意的细节 就要看到最后 还有记得帮我们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话服 我们一起共同去推广 令到话服普及化 说到旗袍的历史文化 香港的文化发展 就是要说到1949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设计 当时大家都知道 是很强调一些集体性的服装 各个都穿着帽装或者年龄装 而强调优雅大方女性体泰美的旗袍 和当时强调劳动薄素的衣着 的风格是很不同的 甚至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之后 穿旗袍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 被冲击或者被批斗 所以旗袍在内地虽然慢慢的没落了 但在其他的华人地区 例如香港 在1949年之后 是大量的人口来到香港 其中包括一些上海的财宝师傅 所以在香港是一个保留传统旗袍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那 讲一下旗袍的一些特征 例如我今天身上穿这件是 五六十年代的一个最经典 和他比较传统的款式 在当时旗袍在不同阶级的女性 其实旗袍是一种日常服 但在当时其实旗袍也受到西方文化的 潮流的服饰影响 旗袍的款式都会比较扎身些 强调纤腰 而下摆都会比较扎身些些 也会表现到当时女性的俄罗多兹 好 那我们讲一下旗袍 我们要注意的部分 例如最明显的一些领 其实旗袍的领有很多种 最基本就是圆领 方领 凤仙领 我们要留意的领的高低 我这件是偏高一点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穿旗袍 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矮的领 而且你的围度 你这件是完全没有空间的 会比较贴身 穿上去就会很挺 如果你是少穿的 你可以在做的时候 跟师傅沟通 可能领围就做阔一点 令到有点空间会舒服一点 都是看自己个人的舒适度 去做一条適合自己的旗袍 另外就是耳 耳有大圆耳 小圆耳 方耳 斜耳 琵琶 琵琶 雙圆耳 直耳 其实很多不同的耳朵 都是按个人的喜好 通常你的耳朵是圆的 耳朵都会选择圆的耳朵 如果是方耳朵 就选择方耳朵 我这一件是短袖的十字袖 这个十字袖的特色是很贴身的 包包也很贴身的 另外还有长袖 或者一些荷叶袖 喇叭袖 其实袖都很像一个时装款式 因为现在的琵琶的表法都很多 亦都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本色去设计 另外我就很喜欢五六十年代这一件的剪裁 就是它的腰线 其实它的腰线比我们平时的 是会高伸一点的 那高伸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好像我本身 其实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 我很少穿旗袍的 原因就是我的身形 就比较腰长 脚短的 但是这个剪裁 它的腰线 如果提高了一点 那我穿上去整个比例 是将我原本 腰长脚短的缺点 遮住了 包装到 其实我是很像 很胡佬身形的一个剪裁 腰线 其实你和师傅沟通的时候 就可以看看 让师傅给一些专业的意见 你适合 腰线 还有一个点 就是 我很喜欢这个款式 就是它没有腰杂 没有腰杂的好处 就是你看到我这个位置 其实有很多布 就算我吃饱一点 吃多了 我那个位置 都不会凸出了小肚子 还有这些没有打腰杂的款式 其实 其实 动动是很舒服的 就不会说 收起腰杂 然后很贴身 反而我喜欢一些 是不打腰杂的款式 穿上去会更舒服 其实都会看看 你自己选择这件旗袍的用处 可能有时候你是平日穿的 那你的腰杂不打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说 我是一些 有场合要穿的 我可以打腰杂 去突显整个人的身形 或者腰线更加突出 其实你都可以选择打这个腰线 都按你个人的喜好 和你的场合 好 好 另外就是 旗袍的下摆 下摆呢 如果是那个年代 它的下摆就会偏收窄下去 你看下去 由S 即是比较胡老形 下面收窄到胡老形 会比较突出一点点 还有就是 第三 我们如何选择一件有稳味的旗袍呢 其实我们会很着重一个点 就是那个叉的高度 就是开叉的高度 其实开叉的高度 是很影响你整件旗袍的 有没有稳味的问题 例如我们的叉应该是多高呢 其实我们做旗袍时 其实有点标准 就是 最基本我们的人随直 去双手随直 然后看看自己的手指 最长的位置去到哪里 那么 我们的叉 就尽量就不要高过我们的手指 如果你高过 其实一坐下 其实你的大腿就会露出来了 其实我们的旗袍是想展现那种的优雅 那种的稳味 如果当你穿到一件旗袍 是要展示自己有多性感 多长的脚 其实这个就是一件有稳味和没有稳味的旗袍的分别 那就留意这一点 其实旗袍在60年代尾的时候 其实都开始慢慢抹落 原因是因为在那时大量的乘衣的出现 价钱都会比订制一件旗袍会便宜很多 和款式也会多很多 始终着旗袍也会有讲求一定程度的怨态 而且都会比较拘近 在当时很多的年轻一辈都认为旗袍是一些老一辈的服饰 在70年代打后 其实旗袍慢慢变成一个不是主流的服饰 如果你觉得这段影片是有价值的 记得帮我们分享出去 或者你有任何关于旗袍的问题 想我们给一些意见给你的话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或者是电影给我们 下星期二的刺激私日上 再见 拜拜